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黄天豪 疫情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如果感受到焦虑、担忧等情绪 都是很自然的反应 多数人都能够慢慢地自我调试 如果您正在居家检疫或隔离 无法外出或是与亲友见面 感到孤独、烦闷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电话或视讯与亲友联系 我们也可以主动关心身边的亲友 彼此关怀与问候是度过疫情最好的良药 如果焦虑、沮丧等情绪 已经影响您的日常生活 可以拨打1925安心专线 或咨询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让我们互相支持 一起守护彼此身心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医院后诊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等待的经验 为了要提升服务品质 三峡的N主公医院在门诊端以智能诊间的方式 让医师可以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及时获得了诊断代码来加快看诊的速度 民众后诊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长时间等待 人潮积满后诊区 不但耗费患者体力又浪费时间 N主公医院为了改进后诊时间太久的问题 开发了手机APP软体 让民众掌握看诊精度不必在现场久后 所以我们首先改善部分就想说 是不是在APP上面能够提供比较好的一个 及时的资讯给民众 所以在门诊的APP上面我们就会 除了一般的挂号基本功能有之外 我们也会在上面再增加一些 比如说像那个目前的看诊精度 那甚至民众可以设定说 到几号的时候就主动推播提醒他 已经看到什么号码了 比如说现在如果说我想知道神经内科 目前能看到几号 甚至上事实上可以说 我们点击下去给我更详细的 我们通过颜色 比如说未报到的有两个 已经报到的 对 现在这三个还没有看 目前这是开到第51号 除了看诊精度及时推播资讯外 N主公医院也结合了停车资讯 公车资讯 让民众不管是来医院或是回家 都能够掌握时间不浪费 考量到说民众过去来我们的满意度调查 觉得停车很不方便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 所谓的那个停车的资讯 让民众从手机上就可以知道 N主公医院附近还有哪些停车场 目前停车的位置 还有是要几个空位 然后就方便他过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去规划 他的一个 比如说他的交通安排的部分 那有很多民众是搭公车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附近的公车资讯 所以他通过我们APP 他也可以知道说到N主公医院拿几度的公车 目前公车到站的时间 我们都可以利用这样子来去 透过一个APP 就可以让他这些讯息都能够收集的到 就跟一支付 就是我只要刷我们的 缴费在上的QR Code 就可以去进到这边去做缴费的动作 为了改善民众就医 花了太多时间在等待上 N主公医院贴心的结合了各种资讯 设计了手机APP 让民众在时间的掌握上能够更加的精准便利 也欢迎有需要的民众可以下载并多加利用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导 日本动漫电影《鬼灭之刃》掀起了一股热潮 主角炭智郎为了旧妹妹利用了呼吸法砍杀鬼怪 让人感动 而随着电影大卖 只要能称一下鬼灭名气的相关商品也大受欢迎 现在就连瘦身也能够和鬼灭结合在一起 原因是因为呼吸法可以来强化心肺功能 有助于瘦身 动漫《鬼灭之刃》剧场版无限列车片电影《大麦》 连带着周边商品也热销 连剧中鬼灭对剑视灭鬼的全集中呼吸法 也被讨论是一种强化瘦身的方法 引起不少话题 所以他吸的时候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对 然后吸气的时候双手往外开掌 大概吸三秒钟 然后你记得吸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用肚子吸 就是你不要只有用胸口气要在气层 就是中医所讲的气层丹田 所以你的吸的时候腹部化会整个都会用力 所以吸的时候肚子要用力 吐的时候手一起放下来 然后吐的时候肚子也要用力 所以你整个腹肌还有屁股都是夹住了 所以对于一般来说如果你还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你可以借由这个呼吸的方式 调息的方式达到一点效果是会比较好的 但是他这个可能要持之以恒 要花比较久的时间 那如果你单纯只靠呼吸的话 饮食跟生活习惯睡眠都没有控制的话 那效果可能还是会有限 恩主公医院中医师黄敬仁说 呼吸法瘦身源自于日本 与台湾的八段颈相似 但只是强化心肺功能 恩主公医院营养师林美宜也说 减重门派很多种 但控制每日摄取的肿热量才是王道 其实基本均衡饮食还是最重要 就是不管你用任何的方法去执行减重这件事 该摄取到的营养素当然还是一定要吃到 那再来其实真正要有办法让体重减下 总热量还是最主要的啦 不管你是执行低碳啊 生酮还是168 如果说用了这些方式 那你吃的量还是超级多 就是还是吃很多的话 其实总热量没有下降 执行再怎么久还是不会瘦 营养师林美宜建议 不应以激烈的方式进行减重 最好是饮食控制与运动并行 并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才能拥有精彩的人生 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都知道水果会长虫 但是呢还是有特例的 其中不长虫的水果香蕉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的气候没有风灾与害 农产大丰收 但是遇到了新冠肺炎搅局 外销量下滑 香蕉盛产 价格却只剩铜板价 胶农的心血全炮它 为了帮助娇农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联合立委中嘉宾香蕉达人江又成 和新北屏东同乡会 发起了挺香蕉 交朋友的意卖活动 捐三张发票就可以换取 美味的香蕉 并且呢会将发票捐赠给 社福团体来做公益 不会长虫的水果有两种 哪两种直接告诉你答案 根据国家网路医药报道 凤梨和香蕉不会长虫 胶农也说 香蕉哪生糖 生肝就无人 以此强调 香蕉长虫非常罕见 虽然香蕉高甲低钠 有益心血管健康 被称为神补品 但香蕉盛产 价格直直落 胶农心酸 谁人知 听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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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得屏东娇农的无奈 新北市议员戴伟山 联合立委中嘉宾 香蕉达人江又成 和新北屏东同乡会 发起挺香蕉交朋友活动 邀请大家多吃香蕉 当点心或是运动健身后 补充热量的食物 还有帮助消化 只要捐三张发票 就能换取美味的香蕉 因为我非常爱吃香蕉 它可以 就非常的 营养价值非常高的一个水果 那也是借由这个机会 然后来让中嘉宾委员 因为他也是来自屏东的立委 可以借此认识我们板桥的民众 也顺便来推广水果 因为香蕉 你也知道最近 最近比较不严重 销量不太好 如果可以大量配价的焦蕉 把香蕉销销售出来 让大家多吃香蕉 然后对身体健康也都很好 这也是一个好事 香蕉盛产季节 钟嘉宾戴伟山等人 发起活动挺焦蕉 交朋友 用实际的行动 选购香蕉 支持屏东焦蕉 而活动募集的发票 也将会捐赠给社府团体 做公益行善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导 新北市政府行销 万里蟹有成 餐厅业者也看准了商机 让民众在板桥 就可以吃得到 再搭配上主厨的招牌菜 一桌不到4000元的平民价格 就可以有丰盛的秋蟹宴 来宴请亲朋好友 非常的有面子 清甜的万里蟹 港式脆皮鸡 樱花虾米糕 一道道精致料理 看得是让人食指大动 位于新北市板潮区的餐厅 搭上万里蟹热潮 推出了秋蟹宴 让你不用到万里 就能够吃得到万里蟹 再加上主厨的拿手招牌菜 只要不到4000元的价格 不管是家人聚餐 或是宴请亲朋好友 都不会失了面子 我们万里蟹是用清蒸的 我们吃它的原汁原味 烤鸡是用港式特别腌制成功的 我们的烤鸡非常香 有蒜香 皮脆 肉质很甜 我们米糕是 樱花加猪背米糕 是家的猪背 所以吃起来也蛮香 好吃 不吃蟹也没关系 既然是板桥老字号的餐厅 业者也推荐招牌欢宴席 澎派的精致料理 保证让陶科们吃得尽兴 吃得满意 我们这一道是招牌欢宴席 主要有沙拉龙虾 还有包块 我们这个是三拼盘 再来是避风坛炒蟹 这是港式的特别料理 我们最重要是汤 我们这是黄金虫鸡汤 就是所谓东虫下草的意思 这个汤这出来是金黄色的 很好喝 有多糖体 这一套就是蒜蓉蒸炒虾 我们用板条垫底 那你炒虾的汤汁会流下来 所以也很香 喜欢港式点心的朋友注意了 餐厅方面推出了数十道的港点 现点现做 只要少少的价格 就可以让你轻松点吃到饱 记者沈金华新北报道 在板桥南亚夜市 经营猪血汤生的业者 在夜市一带是有两个店面的 其中一个比较靠近夜市入口的旗舰店 是由第三代的店家张展维来展店 当初他为了要做出改变 带出品牌经营的概念 做出了市场调查 并且是写了企划书 来和副职备做争取 证明他的用心 说到了猪血汤 板桥人会想到南亚夜市的代表美食 目前由第三代张展维接手 大学念的是机械专业 当年透过市场调查 撰写企划书 争取副职辈的认同 想要开启老品牌的新时代 选在夜市入口处 开启了旗舰店 年轻人创业 其实最难的就是资金 当你资金跟人事都到位的时候 就是只差在一个决定 对 那个决定之后你就是 头都洗了 你就想要有一股精神 想要做给副职备看 其实不只是副职备 很多所有我们周遭的商家跟店面 所有林幼社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会觉得说 诶 你总店是不是要关了 是不是要搬来前面的 我还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刚开店的第一个周末 的大夜班 我才做不到一千块 对啊 那时候我还一个人顾店 我就觉得怎么可能 那天啊 大家是以为我们是盗版的吗 因为店面中黄太漂亮 所以一时的变得太多 人家会不敢走进来 觉得说 诶 小吃店 这也是当初 为什么跟副职备 就是会有冲突的 他们就说 诶 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 开一件额阿面线 温暖色泽灯光的映照下 食物海报的布置 张展伟打造出不同的店家格调 跳脱距离一百多公尺左右的老店氛围 并且从菜单的设计着手 除了沟渣鼻煮血汤和炒面炒米粉之外 在端出妈妈的好手艺 辣味肉燥饭提供更多美食选择 所以 诶 那我经过这几年努力 他们有看到 制造的时候 诶 我因为这间店有办法生活 有办法赚钱 那带动这个两间的品牌 让妈妈更好 让大家都知道 对 然后现在走出外送平台 让更远的人也可以看得到 辣味肉燥饭搭配上各式丰富的小菜 张展伟表示 旗舰店和老店同样的都有古兹比 当然旗舰店会多更多不同的美食选择 区隔出不同的市场 目前旗舰店经营了四年的时间 张展伟又行动证明 当初对副职辈的承诺 老品牌做出新格局 记者林立如志恒新北报道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每年积极评选 推荐优质的儿少节目 相较于公共媒体的制播量 商业电视台的儿少节目 是比较明显不足的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期待未来能有更多媒体 投入儿少节目的制播 针对儿少 常会接触到的新闻环境 也呼吁媒体要能够避免暴力 等等的负面内容 来保护他们的身心发展 原班人马 多了奖状和奖牌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每年都会评选 推荐给国人 优质的儿少节目 名单中常见到公共电视 客家电视台 等公共媒体 所制播的节目 相较之下 也观察到商业电视台的 儿少节目数量比较缺乏 因为儿童不是主力的消费族群 所以不是广告商最喜欢投资的 那而且儿童也被认为应该要被保护 而不受广告的影响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儿童节目的制作 对于大部分的 业者来讲都是不服成本的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在商业的这个电视台里面 儿童节目是非常稀缺的 那公共电视因为它有这个 被赋予这样子公共服务的责任 所以它就必须长年的来 制作这个文类的节目 那也很好的成果 那但是依照法规来讲的话 商业电视台也应该要制作 这一类的节目 但是大家不是很有兴趣 也不是很愿意投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更需要鼓励 更需要鼓励 在节目制作深受广告主 投放预算的现实影响下 常担任儿少节目颁奖人的 美观董事邱嘉宜说 人看到有媒体与制作单位 愿意投入儿少节目的制作 相当难能可贵 现在的儿童 你要知道他们都非常的阅历 非常的广播 对不对 他什么都看得到 所以要怎么样让他们有兴趣 而且要有内涵 要有教育性 要有知识性 要有引导性 要有启发性 那就非常困难 那你在节目的形式上 要在节目的内容上 要怎么去结合得很好 那我想这几年得奖的节目 都是非常的厉害 那在形式上跟在内容上 都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 有的用动画 有的用实镜节目 然后有的各种各样的方式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除了期待媒体界增加儿少节目的制作 针对儿少常接触到的新闻环境 邱嘉宜也呼吁媒体能避免暴力 等负面内容 保护儿少的身心发展 在国外早就很多人做过研究说 你电视里面太多暴力的内容的时候 那其实对儿少会有一个 含话性的不良的影响 这个是媒体的含话理论 那还有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就是说新闻会造成模仿效应 所以当我们新闻里面出现这一类的 容易去搅扰他们的感受或是情绪的这种内容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要考虑到说儿少的观众 他们的承受力或是说他们被搅扰的程度 可能是高于这个成年的观众 所以为什么在电视的这个规管上 我们要去注意儿少的保护的这个问题 无论是节目或新闻内容 对儿少的身心发展都具有深刻长远的影响 需要媒体界一起努力 来健全儿少的传播环境 第二十届的国人自治 优质儿少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 也将在1月9号隆重登场 美观董事邱嘉宜也感谢中家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 支持儿少五星奖活动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按赞 以及中家新闻YouTube订阅 就能够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和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您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林立如 祝您平安喜乐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